亲爱的 你这一辈子 只能输用 亲爱的 你现在明白了吧 是安妥妲害了你 要不是因为她 你也不可能躺在这 要不是因为她 我也不会被公司开除 我才是秦家的少奶奶 我才是知名设计师 乱出生学历长相 我哪点比不上这个香疤了 你竟敢跟我离婚 亲爱的 我对你这么好 你却不思进去 又只好歹 我原本想吓唬的 只是安妥妲 可你却非要坏了我的好事 我对你 真的很失望 好在 我早就留了后手 一开始 就用安妥妲的身份证号 办了手机卡联系了司机 钱呢也是用现金 从公司地址 以安妥妲的秘密寄出去的 就算他们找到了司机 也绝对插不到我身上 安妥妲这次跑不掉了 亲爱的 你这一辈子 只能输用我 请老 醒了 你叫什么 请老救我 李薇薇 果然就是你 安小姐英明啊 要不是你想出将计就计的办法 我们还不知道凶手是谁呢 老板 演得怎么样 稀有点过 李薇薇 李薇薇 你是自己去自首 还是我们送你去警局 有可能你在说什么 你刚才说的话 我们已经录音了 就是你买同司机想害人 跟我们走吧 你凭什么说我买同司机 放开我 我能证明啊 你之前和司机的通话 我全都听到 秦郎 我才是你的妻子 难道你一点都不过你夫妻之情了吗 李薇薇 李薇薇 我别再一错再错了 错的不是我 是安多多 安多多 安多多 我不会原谅你的 别打扰她休息 我们先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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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